台湾福特六合汽车和美国福特汽车吸手 捐赠桃园市医疗防疫物资 包括美国福特自制的N95口罩十万八千片 和隔离衣一万零八十件之外 台湾福特六合汽车捐赠两辆配有 负压式装仓的救护车给桃园 为了替桃园防疫升级 台湾美国福特汽车吸手捐赠医疗防疫物资 除了N95口罩和隔离衣外 台湾福特六合汽车再捐赠两辆配有负压式床仓的救护车 让防疫物资更完备 福特六合汽车在桃园生根50年 感谢福特六合汽车特别从美国总公司 那总共调了十万个N95口罩 一万件防护衣 另外也捐赠了有负压隔离床的这个救护车 那我想这也代表对于台湾防疫工作的支持 市长郑文燦也亲自出席捐赠现场表达感谢 并表示会妥善运用这份新意 捐赠物资后续将分送到部立桃园医院 台北荣民总医院桃园分院以及桃园市政府 提供第一线医疗人员防疫救灾人员 和机场工作人员使用 来提升桃园的防疫量能 福特六合汽车在去年曾经运了十几条生产线 到美国的福特总部 解决美国口罩生产的问题 但是很快的美国的口罩的生产已经正常化 那现在台湾的防疫有很多需求 那福特六合汽车 那么特别跟美国总部联络 捐赠了这一批物资 那也很快的经由农储送抵桃园 那也感谢长龙的农储 免收各种运费 那我想这也是代表了 对于我们防疫工作 大家站在同一个这个阵线上 一起努力 那防疫同心 我们一定可以克服困难 郑文灿也说桃园视为国境之门 担负防疫重折 这次的捐赠 让桃园防疫工作获得最大的支持 桃园有线新闻 董玉飞桃园采访报道